古关千年神木 午夜松神木突然间倒塌了 好 今天去画面拍下 当时有民众发现说 这个神木已经遥遥欲坠了 他赶快往后退 结果神木就砸了下来 这个神木是位在海拔735公尺 是在古关当地的一间温泉饭店的园区内 那么业者表示说 其实先前就发现了神木的根部 有被白蚁啃食 可能是连日大雨造成了加速的断裂 还好当下没有砸伤人